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好,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天命三国治 今天我们一样,包括的最后一天 那冷月一樣都是抽現有的無雙腳 因為這一次出了兩隻 一隻是輸出腳 一隻則是我們影分生之術的靈筒 那這兩隻角色呢 並不是說他不強 而是冷月覺得 你選定好要玩哪隻 如果你是無課為課的話 選定好要玩哪隻之後 你就先把那隻新術拉起來再說 不然講真的 你每隻都抽到白板 其實到最後強度也是普遍不高的 接下來我們上次遇到那隻四星的許楚一樣 人家只是一隻普普通通的一般許楚 然後強度是強到跟鬼一樣啊 只能這樣講 好 今天就來看一下這兩隻新角色吧 來 我們看一下在哪裡 來 一隻是無雙 一隻無雙化雄 一隻靈筒去哪裡 在這裡 好我們先看無雙靈筒吧 無雙靈筒的是召喚流的一個代表角色啊 那不得不說現階段召喚流其實不算太強勢 但是對冷月來說 有一隻角色非常印象深刻啊 就是會召喚劍塔的無雙黃月英 冷月好幾次都被這隻角色打假的 所以對他產生了一點陰影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這隻龐筒究竟強度會是如何的吧 首先大招是本體消失變成三個幻象啊 然後幻象呢會持續時間到或幻象陣亡 幻象可普攻以及有猛次技能 幻象繼承武將150%的兵力及180%的攻擊屬性 持續6秒場上最多存在5個幻象 等於說只要你有辦法讓他連續開招的話 他是可以出現5個的 只要連開一次就可以出現5個角色了 那星象技能 自身以及己方召喚物幻象普通攻擊必中 並且普攻有38機會會扣除目標6%當前兵力 兵力會打趴傷啊 然後普攻必中啊 再來猛次 每次普攻有38機會對生前一格範圍內的敵方單位 造成無視防禦的傷害 講白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平A 比較有傷害一點的平A而已啊 就沒有到太讓人驚豔的效果 但是問題是當你是三隻分身衝出去打 五隻分身衝出去打的時候 那其實講真的非常恐怖啊 再來懸掠湧鏡 每次釋放風池雲湧 五秒內五方全體攻速提升70% 攻擊提升70% 來 大招啊 每丟大招就有五秒內70%攻速 70%攻擊提升 這非常恐怖啊 尤其假設你是召喚流的話 你可能召喚了一堆鬼雷兵 召喚了一堆劍塔什麼之類的 你瞬間提升70%攻速跟70%攻擊 那效果是非常恐怖的 那些召喚物光疊那些平A 就可以疊死你的一票人了 我只能這樣講 再來文武監工 自身障礙減免提升10% 敵方對自身施加控制效果時 會有機率免疫該效果 並且原地留下一個幻象 該幻象效果與戰役技能相同 每六秒可觸發一次 講白天你只要被控制的話 遇到控制流 你就自動留下幻象了 那最後再來 英劣壯結 進入戰鬥後立刻獲得150點戰役 風池雲湧技能 效果自身消失期間 每秒恢復20點戰役 當戰役超過650點時 該效果失效 等於說讓你在6秒內 回120點戰役的概念 就是你的效果持續期間這樣子 再來我們看看天賦覺醒的部分 自身進入戰鬥後 獲得三層鋼體效果 當自身受到超過最大兵力15%傷害時 消耗一層抵擋該傷害 每產生一個幻象獲得一層鋼體 最多疊掉6層 靈筒幻象消失時 靈筒無雙 無雙靈筒可恢復最大10%兵力 並點攻擊防御提升10% 可疊6層 持續到戰鬥結束 好 講真的啦 我自己覺得 這隻角色的話 你天賦覺醒也蠻重要的 因為你只要有辦法說 不斷的開出幻象的話 他會是一隻非常恐怖的一個輸出手 尤其他二技能給的那個攻速增傷跟攻擊增傷實在是太恐怖了 那當然啦 天賦1覺醒 那個疊6層的攻防提升 然後幻象消失回血 跟抵消傷害這個事情 我自己覺得 是非常強悍的一個天賦 所以如果你要玩靈筒無雙 我一樣建議會開到天賦1比較好一點 沒開到天賦1能不能玩也是可以 但是靈筒無雙這個角色 無雙靈筒這個角色 他是非常吃組成的 就建議你是有玩召喚流的玩家 再來考慮這隻角色 不然講真的 你單靠他一個人的話 我自己覺得他本身的 發揮效果會是有限的 他是基本上要在我們的 召喚流當中才能 發揮他最完全的一個效果 然後靈筒如果可以的話 建議是開到天賦4 就天賦7重 因為講真的 天賦7重之後呢 死而復活繼承15%兵力 每場戰鬥觸發一次 這個效果有時候會帶來 一個非常大的翻盤機會 所以我只能說 靈筒這個角色 綁定召喚流 你有召喚流玩起來 才能夠發揮他完完全全的強度 如果你是一般隊伍的話 基本上 他的表現可能會不如一些 吉他輸出角 這樣子 好 那再來 我們下一隻角色 我們的無雙畫熊 輸出型奇兵 是畫熊沒錯吧 我再想看 靈筒的話 應該是配畫熊吧 沒關係 我們來確定一下 我知道一隻是黃丞燕 我看吉他誰 靈筒 黃丞燕 畫熊 然後再來是 怎麼沒有人抽最後一隻啊 蔡文姬啊 對啊 這是畫熊沒錯 好 第二隻新角是我們的畫熊 來看一下吧 我們熊 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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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金凡 自身對目標連續快速攻擊六次 每次造成276.48加864的無視防禦避充傷害 視為普通攻擊不額外回復戰役 那講真的啦 六次 兩百多%的技能傷害 等於打下去就是一個一千兩百多的一個爆發 雖然說他的每次傷害會受到防禦的減免跟一些免傷的效果抵消 但是不得不說 哎不是啦無視防禦吼 哎呦夭壽啊 等於說他就打一個一千兩百多的一個高傷的單體傷害啊 攻擊期間會無敵 並且無雙畫熊每秒回復20點戰役 持續5秒 然後我只能說他這個大招的傷害真的非常恐怖啊 到一千兩百多% 雖然說是單體啦 但是問題是你這樣等於說是一個極高的一個單體傷害啊 效果非常強勁 然後再來自身對敵方難為到的傷害時 會造成一個三百多的傷害並施加5秒禁錮 每個敵方單位每12秒最多觸發一次 好 看完這個星象技跟武將絕技之後 我只能說 啵啵啵是騎兵 我們關於就是打一個AOE的概念 而我們的畫熊呢 只是走一個單體極限輸出的一個概念啊 我自己覺得如果今天沒有抽今天的四隻角色 黃辰彦 蔡文姬 林筒 畫熊 你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 你想要以畫熊來作為一隻單體爆發輸出角 我自己覺得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的 先不用看他被動技能是什麼 單看他的主技能主的技能傷害 以及他的被動的一個追加傷害的效果 整體來說他輸出就非常可觀了 單看面板上就是一隻很不錯的角色 再來 兵力低於60%時攻速提升30% 而且會有10%吸血啊 這可以有效確保他本身的一個續航能力 再來 普攻有額外機會對目標周身一格範圍的敵方單位造成299.52 加624的傷害 並降低其防禦率持續3秒 最多疊加4成 輔助輸出本身的強度也有 因為有降防的效益存在 再來 自身傷害減免增加20% 敵方武將死亡後 無雙畫熊會回血 並且提升100%攻擊力持續3秒 只要說只要他能夠一個大招下去收掉一個角色 他會瞬間回血加提升攻擊 非常恐怖的一個角色啊 最後再來 獨棋脫身 無雙畫熊兵力值降至30%或受到致命傷食 短暫消失兵原地留下自身兵力值80%的誘餌 誘餌不會攻擊無技能持續10秒 並瞬移至隊員敵方武將身後 短暫無敵2秒 並恢復30%最大兵力 每一場最多觸發兩次 保命技能 講真的 以畫熊來說 他是一隻單體輸出非常全面的一個角色 他本身的自保能力其實也算不錯的 對比關於那種全然強化全頻AOE傷害的角色來說 他是一個另外一條方向的極限輸出 一者是群傷大爆發 一者是單體大爆發 這兩者的一個路線跟結果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自己覺得畫熊這個角色 一樣非常的強悍 他跟靈筒對比來說 我覺得以泛用性而言 他的泛用性是遠勝於靈筒的 但靈筒如果你是搭配召喚流來玩的話 我自己覺得靈筒的強度會是到非常強的 因為他的功能性會相對來說多了一點點 而畫熊就是一隻比較單純的輸出角一樣 就像冷月其實會不會後悔湊無雙關羽 其實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後悔 因為以現階段來說 要買就是奶媽非常強 像你有大橋有畫頭這種超奶奶媽 在後方支援你的輸出 不然基本上一堆一堆的控制流 怎麼看都是一堆的禁錮跟一堆的暈眩沉默 你的輸出角只要被這麼多的異常效果砸中 基本上來說 很多時候是完全丟不出招的 像冷月現在隊伍轉換大家應該都知道 現在是徐晃 諸葛亮 關羽 黃承燕 再加上我們的 欸 誰啊 無雙乳術啊 那無雙乳術其實算是一隻半坦半打半奶 還就是跟農功能性很強的一個角色 那奶量就僅限於說 他前面那個涼倉的10秒 加上那個中間半血之後的涼倉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單靠那個涼倉 吉他角色自帶吸血效果 再加上 徐晃跟我們諸葛亮的控制 其實已經可以打出一套 不錯的一個平衡傷害了 不會說像當初是放巡域的時候 奶量不足有護盾又扛不久 所以等於說我們還不如上一隻輸出角 或上一隻回血角 來增加一下整體的一個平衡性 那我們的無雙化熊呢 講成他就是一個非常適合擔任 那個主C的定位 一次大招大概就可以秒一隻了 結果目前看起來的話 戰力差不多的話 一個大招下去 大概就是把對方打到幾乎快殘血的情況了 那再來 每三次普攻會對目標造成 2008.8加7488的避重無視防禦傷害 並4加3秒暴露狀態 暴露狀態是不能閃避啊 那 如果認真來說啦 就你是有能力玩的話 到4階天賦7一定最好 因為你有無敵3秒的一個效果 無敵3秒 什麼概念 你可能 戰役差一點點 無敵3秒下去之後 剛好累積到戰役 一錘下去直接反殺 這都是很有機會的 但是講真的 他的這個一重天賦 對於無客為客來說 你有開跟沒開 造成的一個強度落差 其實是還好的 沒有到完全不能彌補的 所以如果你說你是化雄要玩的話 他其實白板 一星二星三星其實都能玩 他算是一隻比較清明的 一隻輸出角色 因為他天賦1講真的 對他的加強 其實沒有到特別的明顯 講真的 真的就是除了個暴露不能閃避之外 然後跟你打一個傷害 他算是真的少數覺醒天賦 是極度不亮眼的一個角色 好 那我們今天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兩隻新出的角色 那不得不說 我只能說 呃 最近啦 他寶庫出的有點多 一直一直不斷的在出 出到冷月其實有點 追不上 追不上 再加上他又復刻冷月的黃辰彥 我自己更覺得說 啊 心好累啊 畢竟一直一直在追啊 現在完全就是一直在追追著他跑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跟他分享一下 寶庫的部分 那要抽我自己覺得啦 一定是以自己先有的角色身心為主 後續再來才是開新角色 所以說你是大課長 每個角色都要抽到 那就另當別論 那不然的話我自己覺得說 以自己現有的角色身心為主要的一個選擇 那這一次兩隻新角色如果說要選擇一隻抽的話 以翻用性而言 畫熊是遠遠 大於靈筒的 但靈筒只要在召喚流 甚至是半召喚流 他不用是完全的召喚流體系的話 他就可以擁有一個極強大的一個戰力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本身的一個buff效果 然後他召喚 分身的一個效果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強悍的 好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準備結束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說的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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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